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所表达的全部的意思加起来 不过就是希望这件事有个方面把它调查清楚 因为乌克兰战争打响了 乌克兰小麦运不出来 俄罗斯小妹运不出来 世界粮价在涨价美国的四大粮商 在全世界推波助澜 尽管这个地球上人均770斤粮食 还不包括不包括肉菜淡奶 啊 鱼 粮食根本就不缺口 但是美国人操纵 所以全世界粮食出现短缺 七国集团粮食部长说 4300万人面临饥饿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中国人当然要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我不够发出这点议论 结果就引起复杂的议论 我批评我的朋友都是好心 他们都是了解实际工作情况的人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些小视频那么扎眼睛 粮食安全问题又这么紧迫 而一些朋友站到农民的立场上去讲 农民我自己种的地 我卖什么钱 卖多少钱 我多少钱卖 我什么时候卖 我卖什么形态 你管得着吗 这就又说这个理直气壮 所以这件事就搞得七七八八 好了 现在终于有一个石头落地了 最近中国奶业协会 中国奶协 有一个精神 质地有声 叫做中国奶协回应 不用毁卖做饲料 就是现在毁卖这事 停 定 就不用毁卖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 现在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现在可以通过奶协 协调有关方面 政府部门来 通过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 就是两个问题 一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实判断 二 这件事怎么看 因为咱们老百姓 现在疫情期间 我哪儿出不去北京郊区 我去一趟都挺费劲 所以全国的情况不了解 但是天南地北 那么多的小视频 看着还踏十二十天 就可以收割的麦子 就把它去做清除饲料了 麦子清除饲料 营养价值很低 为什么要这种事 他们说以前也有这事 以前有这事 以前没形成 新闻事件 他们说坏人导入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 这个东西不好 但是你要说这里没阴谋 这怎么回事 所以我想像我这种人 绝大多数都是希望 首先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事怎么说 好不容易 今天2022年5月17号 光明网有个记者 宋大记者 从中国奶业协会那儿得到一个确切的说法 这个确切的说法 首先是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回事 说是这么回事 第一 在黄河淮河地区 不是全国的 是黄河地区 淮河地区 少数奶牛养殖场 注意啊 时间地点 然后呢 这个事情的范围 有用小麦做清煮饲料的现象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这主要是原因呢 因为小这个清煮饲料呀 主要是用玉米来做 但是呢 现在玉米清煮饲料存在一定缺口 特别是去年北方 严重呢 秋迅影响 河南风发大水了吗 清煮玉米呢 收取不足 所以在黄河淮河地区 少数奶牛养殖户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第三条 清煮饲料缺口增加 缺口增加 没得吃了 奶牛没得喂了 临时用小麦清煮饲料来呢 应急 是个应急态 而非常态 第四 说这其中大多数养殖场啊 是在配套饲料的地上 做呢 倒茬种小麦 就是说这个小麦本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麦 而是呢 密度很厚的 你看 风一刮就倒了 是在呢 轮值的这个草地上啊 轮坐啊 倒茬种小麦 这不是你们一般意义上的麦子 第五个 当然也有个别养殖厂啊 就接收取一些小麦 有 有没有 正常小麦被收了 有 个别养殖厂有的 但是呢 中国那些特别强调说 第一不是大规模的 第二面积很小 我们现在啊 就缺少数字 不是大规模 什么叫大规模 什么叫面积很小 面积很小是多小 不是大规模 那什么规模 没有数字 但是呢 人家强调了 面积很小 第六 实际成本价呢 也没有网上说那么高 原来网上说 麦子卖呢 到年底 然后麦子打出来 麦只能卖一千块钱 现在给你一千五 甚至有人说到两千的 现在呢 中国奶协说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是多高 是一千二十一千三 一千五啊 还是一千一百八十八 不知道 没有 但是中国奶协领导 毕竟出面了 出面的领导呢 叫陈绍 户 这户字 那个拉户族的户 就一步边 加一个古代的古 古代的古 这个 这这这这字 在在在 在哈语当中 当当幸福的福奖 啊 幸福奖 要 陈绍古同志讲了 说现在啊 是这样的反应 舆论反应很强烈 所以现在 相关奶牛厂 已经停止收取 停止收了 停止收 这种小 收 口粮小麦 做庆祝私了 注意啊 是口粮小麦 做庆祝私了 停 但是原来在轮作的土地上 本来种植密就很大 本来就是为了调剂 生出清煮饲料用的这个小麦 照受不误 这是第一条 所以不要看 收这个清煮饲料 你就觉得是问题 第二 正对一些养殖厂 现在存在的轻煮饲料的缺口 中国那些 那些正在和有关养殖企业 还有呢 四草的这种生产企业联系 加强调度 组织产销对接 满足这个需求解决 眼下的燃眉之急 第三条 对于有加大缺口的养殖企业户 现在要帮助主产区骨干 饲料企业建立点对点 供销关系 及时补足缺口 防止发生缺草断供 而导致的奶牛煤的吃 产奶量下降的情况 所以大家放心 还有呢 他说现在呢 根据协会的初步调查呀 黄河地区 淮河地区 大型奶牛厂清除资料缺口 一共是多少呢 这次数字了 很重要 没这个数字 大家将来光蒸啊 40万吨左右 40万吨 我现在想象不到 这是多大一炮 40万吨左右 说这个量不大 不大 通过调剂呢 是可以解决的 我前不久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他是往那个疫情地区啊 送青 送这个青菜的 他说一天送100多吨 一天送100多吨 一天100多吨 10天不就 这个 1000多吨吗 100天不就1万多吨吗 就是光一个小伙子啊 他呢 大挂车10辆 所以你这么来盘算的话 这个40万吨 的确 这不是一个太大的 那中国奶鞋也说 可以通过调剂来解决 第五条呢 据说农村 农业农村部啊 已经做了相关安排了 抓紧调剂 调运 地方政府也在协调这事儿 现在舆论很关心 上级领导很重视 山东吉林等生 已经发布了清楚资料 生产企业 货源供应信息 奶鞋将帮助养殖企业 搞好对接 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 还有一些情况跟各位介绍 也许有助于平复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争论 那就是奶牛养殖所用的青猪饲料当中啊 90%都是玉米 因为玉米营养 营养性比较好 除此之外呢 剩下的是什么呢 是黑麦草和饲料用的大麦 小麦的确是很少的 这是背景介绍啊 第二个背景介绍呢 青猪小麦的饲料呢 仅用于啊 或者吧 青猪小麦饲料呢 仅相当于玉米营养的70%左右 而且呢 生物产量不到青猪玉米的50% 用小麦做青猪饲料 请大家相信 真是 这现在就是四草料地 倒茬或者特殊情况下应急之举 不是普遍现象 重复一遍 不是普遍现象 倒茬应急 这事呢 所占的比重不大 所以呢 大家可以这件事 议论这么多 是由于不了解全国的情况 那我说也是因为你们没把全国情况 其实介绍出来 网上真的没完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位这个领导同志表示了 说现在有个背景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种应急的情况 往年也有 不过呢 量很小 那日往年也没打乌克兰战争嘛 对不对 粮食问题也没有紧迫到今天这种地步 但社会各界呢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别是口粮的安全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要肯定的 对吧 正义啊 现在协会已经向全行业发出倡议了 倡议是什么 倡议是不用口粮小麦做清注资料 用口粮小麦做清注资料的都过停 这就是全国的形式 嗯 那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现在这样 就引导呢 发展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清注资料啊 什么黑麦草啊 什么资料用的大麦啊 做这个 清注资料 然后有个前提 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 保障私草量供应 特别是重点地区 那 那 饲养 因地制宜 那 清炒料收取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促进奶业质量发展 还是呢 要让奶牛吃的饱 吃的好 多产奶 保证呢 奶的供应 注意啊 这里边 我想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第一 是黄河和外河局部地区 缺口一共就40万吨 每年都有这种情况 嗯 这种情况呢 是应急之举 岛茬 专门种这种小麦应急的 这岛茬的这种的饲料 那就做庆祝饲料的小麦 营养呢 不行 产出来掉也只相当于50% 所以 这不是个普遍情况 口粮小麦这事有没有 有 但是这事很少 因此不构成对我们口粮安全的威胁 好了好了 哎呀 感谢感谢 感谢乃席领导 你们终于出来说了一句话 这样大家议论就少了吗 其实在这之前农业部也讲了 原则精神 但是农业部的原则精神呢 他不介绍情况 光下了一些条条 农业部条条不下来还好 一下来大家争论更激烈 我之所以一夜不睡被那些老朋友开批判会 就是因为 咱们大家各说各的话 黑暗中航行的一些船 光喊 不聚焦 说的是不同的问题 农业部说 这样 全国各地 凡是商业开发 那你呢 毁卖的都给我停 这对 没有人有意见 而且依法追究相经责任 农业部说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毁卖或把小麦用于庆祝私料 这话也对呀 哪些也是这么做的 干这事很小 知道吗 也就是说农业部发这通知的时候 关于全国的情况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通知 让所有的关心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的人呢 看明白 那农业部讲这关口有地方产卖毁卖田这种情况的这个让人痛心 有没有这事 有啊 痛心不痛心 痛心 但是这事不大呀 可是农业部这么一说 很多人以为全国多大范围之内有这件事 这和哪些说的 这不一样 比方说你在这这么大一块和这么大一片 那当然不一样是吧 小麦是口粮谁都知道 小麦做清楚饲料 毁于铲车之下 这事 农业部还讲了一条 说你没和政府没和农户充分沟通啊 你私底下的安排机械就进来了 这不行 这怎么下的虚手啊 农业部的通知还谴责了一番 这就更加让那些呢 对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朋友们觉得 这件事重要的朋友们 觉得这事呢 需要继续讲下去不可 不管怎么样 舆论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特别是小麦粮食安全的问题的这种关心 促使政府相关部门 调查情况 然后呢给出结论 并且给做出解释 这是个好现象 这就说明我们舆论呢 推动政府工作的进步 粮食安全这根发条 不能松 要拧的紧而又紧 大家工作是对的 工作要抓得时而又时 那你现在呢 不管怎么样 有的地区出现了这种 这个产毁 清脉的这种事件 叫停是对的 现在农业部 奶鞋做出来这种事情 特别是关于调剂品种 保证牛奶 产量不受影响 这个粮食呢 不受影响 这个做法 对的 可是能不能划上句号啊 这些毁卖的事件 无论如何啊 应该强调各方面都应该自觉的扛起 粮食安全的重任来 最后我想说个意思 其实 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 就希望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事动摇不得 捍卫粮食安全 掌握粮食安全的这个主动权 这在今天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你毁卖呢 尽管你毁的那个 卖里边 只有一部分是口粮卖田 那大家说不也是对的 中国人的饭碗 大家一起来端 这个原则精神没有错 大家关心这件事情也是对的 至于有些人站到农民的立场上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怎么处理自己 自己的这个产品 农民有自主权 说的当然也不错 但现在呢 农业政策调整 也许有个更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说 现在呢 粮食不挣钱 农民日子过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苦哈哈的 怎么能够调整 粮食的价格 使之能够有效调动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这是个更大的问题 今天说不清楚的 我是没能力 说清楚的 感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